这是一颗真奇蝴蝶兰 猫脸三醇半 三醇蝴蝶兰在我们这里的市面上比较少见 更何况它是真奇类的三醇蝴蝶兰 据说它是有龙香 但是我刚买的时候 到拆资料这个过程当中 我没有闻到香味 现在是第二天 发觉它有点淡淡的香味 它的花朵很艳丽 白底紫色 中间还有一点点黄色的点缀 非常漂亮也很特别 它的株形很矮小很迷你 你看我就这样子一个手掌就可以拖住它 通常呢刚到手的兰花 我会第一时间跟它拆资料 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我怕虫子 二我不喜欢它的泉水胎 因为我家并不适合泉水胎 三它的资料里面难免有一些细菌 所以呢我会把它拆掉 当然你是新手的话 不敢拆的话 你可以过段时间再拆 如果是全水胎的 植料也比较干 那我们先泡一下水 等它的水胎湿透了 不粘在根上 我们再拆的话 就以免伤到根皮 这一颗的水胎本来就湿湿的 所以没有跟它泡水 在拆植料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根 茎叶花梗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就会及时处理 这一颗的根呢还不错 检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我会把它最下面的这两片小叶子去掉它 它的根没有什么问题 稍微的修解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根部处理细节 我们用个钳子把进部根皮上面残留的水 它也稍微切一下 但是不要强来 粘在上面的就由得它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根皮 虽然它没有烂梗 但是我还是要把它进部下面 这个头这个位置的黑色的地方 跟它剪掉 哪怕会伤到它健康的根 我也要跟它剪掉 因为这些黑点有可能将来会引起病变 从这个时候它没有植料 方便我们跟它清理 那我们就跟它清理的彻底一点 你看这些黑色的东西 还可以用钳子辅住 尽量的清理干净 清理完这个位置之后 我就要开始用万能护理叶 但是这里有朵花花 我之前讲万能护理叶的时候说过 有的花花受得了 有的花花受不了 那我会避开花花 对着它的根部进步 这样子喷闪 最后拿个容器来装作它 喷多一点 因为我们没有冲洗嘛 这个时候喷多一点呢 相当于跟它清洁根部 也可以消毒刷菌 去虫刷虫 喷多一点呢 它多余的就留在容器里面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抓住这个容器来回的晃动 成此帮它清洁根部 接下来我会把万能护理叶 喷洒在化妆棉或者是厨房纸巾上面 每一片叶子 真反面都跟它清洁 这是针对有花花的蝴蝶兰 如果没有花花的话 连叶子进步根部一起喷洒就行了 接下来要回答网友的问题 有网友呢 问这个万能护理叶 究竟能够存放多久 我没有去研究过能够存放多久 因为我呢 通常都是十天半个月就把它用完了 我只能告诉你 存放的时间越长 效果就越差 有网友说的是 因为它的花花少 做出来呢 用不完 那我的配方是死的 只是给你做个参考 你可以减量嘛 你的花花少 你可以把蒜子 辣椒和水减量 不就很快用完了吗 还有网友问我 用完万能护理叶 多久要把它洗掉 其实呢 我每次在分享 使用万能护理叶的时候 我都说的 喷上万能护理叶 就让它晾着 让它吸收 还有呢 如果是拌水培的话 就是泡的时间够了以后 就把万能护理叶倒掉 让它裸根 从来没有说过要把它洗掉 如果用了万能护理叶 你也把它洗掉了 那我们用万能护理叶 岂不是多吃一举了吗 突然发觉有个小动物 在这里 用万能护理叶喷 没喷到 再喷 还是没喷到 再喷 喷到了 喷到了 在这个位置 背口边缘 不过不要喷到我花花了 把它弄下来做试验 用一个小钳子 把它拔下来 你不要现在就死掉了 我还没有做试验呢 这是养护配方 一下子应该是晕过去了 对对对 真的是 现在又开始爬了 又来喷多一点 万能护理叶 养护配方 如果是杀虫配方的话 一次就见笑了 不动了 死掉了 这就是万能护理叶 去从杀虫的效果 包丝体 撒完虫子 把它拎出来 这样子放着 现在是第二天 它身上的万能护理叶 完全被吸收 并且根部发白 这说明 它的伤口已经愈合 昨天不是跟它 捡过进步这个位置吗 另外我们在拆植鸟的时候 有可能会伤到它的根皮 那今天看样子 应该已经是全部愈合了 以前我在分享 拆完植鸟 到这个时候 把它们进行拌水培 通常是针对有问题的兰花 比如烂根啊 根部状况不好的呀 让它的根部稳定下来 再进行种植 纳成活率比较高 那面前这颗呢 它本来都很健康 也没有烂根 那现在就可以来 把它上盆 这是我给它准备的容器 饮料杯 内外杯交贴 内杯呢 就矮一些 这样子的话 下面就悬空起来 我最喜欢的 懒人悬空种植法 那植鸟呢 我会用到木炭 和一点点水苔 水苔呢 已经试过水 木炭 它里面有一些细小的孔 这个孔呢 一来可以让蝴蝶兰的根部 得到呼吸 二来呢 它可以饱水 然后呢 也不会太湿 另外 木炭还可以 净化水质 所以呢 我比较喜欢用木炭来种植 我的环境也比较适合 有人问的木炭在哪里买 也有人问 商口用的木炭可以吗 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次视频 说木炭 我的木炭就是烧烤用的 在超市买的一大包的 买回来的时候 大小不同的这些块 还有更大块的 已经被我敲碎了 这里呢 留了几个没有敲碎的 这些木炭 敲碎以后呢 可以把它浸泡 冲洗 完了以后晒干 放起来 我们下次需要的时候 拿来就可以用了 那一杯底部是有孔的 有的时候我还会在上面也转孔 然后呢 我们要把兰花放进去 比一下高度 这样子的高度就OK 下面呢 有空隙 我们先垫木炭 容器底部 加好木炭 把整颗兰花放进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颗一颗 慢慢的往里面塞木炭 不要一下子塞很多 要不然在挤压过程当中 很容易伤到蝴蝶兰的根 因为木炭 有棱角又比较硬 我们自己敲碎的木炭 有不同的大小 不同的款式 现在就看到空隙 大概需要什么款式 大概需要怎样的大小 我们就比较方便的往里面塞 当然种好以后 它里面会有很大的空隙 那是非常好的 为将来的新根 准备好一些空间生长 做好以后呢 我们在上面再铺一层 薄薄的水苔 主要是起到保湿的作用 因为上面的根漏在外面 怕湿气上不到来 记得是薄薄的一层窝 把水苔铺好以后 我们把它放进外杯里面 这就种好了 这个不透明的外杯 如果有阳光照射的话 很容易在容器里面长青苔 这样子就不长青苔了 关于这种木炭拌水苔的日常管理 前不久才分享过 今天就不再多说 那今天分享这颗 猫脸三层瓣 带花转木炭拌水苔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